当地时间21号晚 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地标建筑中央邮居大楼发生火灾 消防部门22号称 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5人受伤 建筑内部受损严重 估计造成的财产损失达3亿比锁 约合人民币3700万元 菲律宾消防部门表示 中央邮居大楼于21号晚上11点40分左右起火 现场冒出大量浓烟 火势一度十分猛烈 直到22号早上7点30分左右 火势才得以控制 初步调查结果显示 起火点位于这栋四层建筑的地下室 火势迅速蔓延至整栋建筑 一些存放在邮局的信件和包裹也可能遭毁 消防部门称 建筑框架结构依然完整 但内部设施受损严重 本次火灾事故具体的起火原因还在调查中 据了解菲律宾邮政系统有超过250年的历史 着火的中央邮局大楼是菲律宾主要的邮件分解和分发中心 也是菲律宾邮政公司的中心办公室 大楼位于帕西格河沿岸 地处马尼拉市交通要道 建成于1926年为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 曾在二战期间被毁 后于1946年重建 能够十分的 地坑